找石旗嘟祭旗,澳門江湖笑死啊 被視為施警製品的崩牙區軍師石旗嘟 昨天早和其餘四個26至66歲疑犯押送到檢察院 他們被控有組織犯罪領導黑社會 藏有禁用武器和加重殺人未遂等罪 基於案情嚴重,不給保釋要即時收監 不過昨天明明在家旗,檢察院都加開一堂 司警做事還要鬼屍地高調 而且據指案情說,一個姓林的達馬仔 找兄弟石旗嘟用20萬買兇殺懷而紅杏出場的老婆 有江湖中人聽到都說得淡笑 認為司警想趁崩牙區出測前敲身陣虎 是警告黑勢力的一場大龍風 司警說早在9月收到線報 前日早分別在探製布拉桿殺街 埋伏準備行兇的殺手 和保佑閣破門驅捕 包括石旗嘟在內的殺惡人 還搜出大量武器 G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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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P